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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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王说了 看他手势 只要他把救安往地上一扔 咱们就冲下去 结束了 卢左太后和公子 其他人 一律格杀勿论 将军 我们什么时候动手 别慌 太后有令 义局认不动 本就不动 是 我不想逼你 但这件事情 必须得有个了断 如何了断 既然你不想放弃迎记 那就放弃咸阳吧 我不明白 咸阳以东给你儿子 咸阳以西由我立国 我义渠人也不占你秦人的便宜 大三官以西由我掌管 大三官以东到咸阳 留给福尔 如何 我用了这么多年 将一个四分五裂的秦国聚拢在一起 以此为平静 东静为寒 南下楚国西出巴蜀 使秦国成为诸侯中最强之日 甚至有可能取代周王氏一统江山 不许 如今 你却要将它分割成三国外来 你说的这些跟我没关系 我义渠人做事 凭的是刀剑和马匹 上对得起长生天 下对得起自己 跟部族的父老兄弟 义渠君 将统一的秦国 变得四分五裂 这办不到 办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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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办不到 好 那我们就接着喝酒了 大王准备了 准备 剑手钱 大王准备了 准备 一起准备 这次从嫁给你 我一直把你看得比我自己还重 我曾说过 我能给你的我都会给你 但凡我能做到的 大秦的江山 是秦人和义渠人一同打下的 我就不信秦人和义渠人 可以看到自己用性命换来的江山 再次被无端分割 我不信福尔 愿意和兄长反目成仇 更不信常盛天 愿意看到骨肉相残 团队 可以不愿意 那我把酒杯放下了 awarded me 看在父亲和孩儿的分上 你再回去好好思量一下 你我之间万事皆可伤胆 这是我给你做的一件警报 这些日子你一直没有禁锢 所以今日我给你带出来了 慢点 慢点 好了 今日就算你我商谈过了 既然你说你心里有我 那就回去跟营记说清楚 五日后我会带人进宫 到时候若宣氏殿的大门是敞开的 就与这张羊皮地图为平 从此两下相外无事 若殿门是关的 我怪我 我只能不念旧情带人杀进去 到时都见无厌 杀无数 太后 亦确认你丧心病狂 我等不得不有所防备啊 尽管太后一直期望他们能够悬崖勒马 但如今不提防是不行了 微臣愿调动大军 重新包围义渠大营 只要他们敢轻举妄动 即刻将他们全部歼灭 不可 这些年来 秦人和义渠人 共同浴血宛如兄弟 义渠将士 在咸阳附近就有上万 在西北还有数十万 如果王军 和义渠将士兵戈相见 只怕 会引起大秦境内 无休止的内战 太后是希望 尽可能不大动干戈 而平息事态 正是 是 白将军 白起司又在义渠部落长大 知道这些年 义渠将士们 已经有不少人把家从草原迁到了咸阳 也有不少人与秦人同婚 在咸阳娶妻生子 他们早已经把咸阳当成了自己的家园 即便跟随义渠军与朝廷对抗 也绝非本意 微臣这几日 会尽力地与他们联络 说服他们 一旦 真的要离人出窍 也绝不把亲人 当成敌手 在洗脑 到盖上 等会 顺門 适时 会不会 母后在看什么 日落 落日容尽 残阳如雪 这可能 是她能看到的最后一个日落 明日就是第五日 我当日 若不把她拖到咸阳来 绞进这些她无法理解的纷争当中 此刻她还在草原上行列 纵马 放牧 她是匹野马骛子 天生属于那边的日月星辰 不属于这里的楼阁亭台 母后 不必说了 都这个时候了 说什么都没用了 特别弃 走 困占 你的 看我的 咱好了 好 大王 太阳快落山了 明日毒公的兵法已经备齐了 好 大王 告诉兄弟们 酒肉酣畅 好生歇歇 事好了 大王 明日会有一场恶战 不会的 我与他之间不需要 大王 还是有备无患的好 他曾经说过 终究要取我信 可是他做不到 母后 福儿 怎么还不睡 母后 福儿昨日在梦中见到父王了 父王对福儿说 以后从马上摔下来不要哭 要做个大丈夫 母亲记得 前几日在城外骑马 义渠君也是这么对你说的 不是义渠君说的 是父王说的 母后告诉父王 再来看福儿好吗 好 好 福儿睡了 福儿快睡 太后 好 也许过了明日 福儿 就只有在梦里 见到她父亲 好 好 快 让我们到这里 jewels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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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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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 李宗盛